大家好 今天是8月3日 星期五 大家有很多問題想問的 我都會盡量回答大家 先說了先 因為其實大家很多都在問 事的情況 尤其是有些朋友都問 為什麼19年來看得這麼灰 我想很多人都有 我想很多不同的專家 都會有這個看法 我嘗試我自己說一下 因為其實都可以回答大家很多 相關一些的問題 其實有些朋友還未說 我逐個回答我再慢慢說 有朋友提及到 現在為什麼市會跌 最主要是現在 現在到處都是沒有水 即是乾水 還有好像今天有朋友 他也給了一張 我看一張 沈大師 沈Sir 他也提及到 為什麼現在市跌 就不關我們戰事 是關環球的收水潮市 如果你看回我自己 對於2019年的看法 為什麼說市不可以呢 收水是一個比較主要的因素 這是真的 因為2019年 我想 我們這麼說 因為很多地方 在夏年開始 就會收水 其實你說今年 是不是開始收 其實這幾年的時間 收水是美國正在收 其他地區還未正式收 但是夏年似乎你說 歐洲 日本 都開始會收 所以夏年 我覺得市是會難搞的 可能是有 我前路上 是建基於這個因素 另外 這個因素 就是本身大家 如果大家留意 我們有些息差 就是說 債息的息差 兩年期 跟十年期的債息的息差 現在相差百人之 對不起 零點三了 這個數 就是兩年期 跟十年期 美國的債息 就很有啟示性 上了幾次 當這個息差 變成負數的時間 真的會出現一些 股災經濟很差的情況 現在差0.3 按道理 加了兩次息 其實這個息差 就有機會變成負數 所以 如果加兩次息 意味著 我當你今年多加一次 下年開始加 其實已經到 所以 因為我覺得 下年 市會很灰 就是這個意思 還有 還有 特朗普 現在最主要 進入很多東西 都是給中期選舉 中期選舉 成功了之後 其實他可以 又被他 撒一段時間 所以 下年 我是擔心的 這是解釋 一些朋友 講的現象 那 為何不講市 因為 很多朋友都有問市 現在 再講一講 市 都是那些因素 所以我先不要說 因為A股 人民幣 這個 迷錢 這些因素 其實這幾天都講了很多 我反而想集中說一下 回答大家 一些問題 有朋友說 因為現在 乾水 以及吸水 教訓 就是科網 奔盤的時候的教訓 我是科網的時間 做記者 所以 那時候 2000年科網 臨市的時間 我是很清楚的 這是一個很親 我是第一次 接觸股票的 我跟大家講過 一件事 我第一次買的股票 即是真的叫 買 是這個 香港網 即是Hongkong.com 8006 我到現在還保持著 為什麼呢 是給自己一個教訓 就是不要重蹈當年 科網 股 奔盤 這件事 現在只剩下幾十元 當年是2000股 差不多三四千元 升上幾筆 那時候是 但那時候 真的犯了一些 最大的錯誤 所以這個股票 我特意保持著 特意不放 我就是想提醒自己 這件事 現在的科技股 你說它是否崩盤 前幾天的時間 你問很多人 他們全部都會回答你 科技股 死定了 我呢 看法是相反的 大家如果不相信 可以檢查一些 很多不同媒體 我都說 我不相信這次是科技股 是逆轉 我覺得呢 是另一次的 就是強弱 就是強弱之分 強的就是強 弱的呢 就會開始弱 我是這樣看的 所以你說這一段時間 為什麼我還會這麼堅持 我覺得 你說 騰訊 信的這些 OK 我是有自己 一套的看法 你說 有朋友都說 做一下 功課 筆水 騰訊跌的原因 是因為有抖音的出現 其實呢 抖音和這個 今天頭條 在內地方面 是很厲害的 這是真的 抖音呢 就是一些我們說 短的視頻 15秒內的視頻 我是知道的 是的 我也知道 因為如果你說騰訊 要研究騰訊 連這些基本的東西都不知道 那我真是愧對大家 是的 不過如果大家 如果大家好奇的話呢 可以問問其他人 看看其他人 其他專家 看看其他專家 知道嗎 是的 你問問他們 看看他們知道嗎 但是 對騰訊 人訊的看法 都是沒有變 今天回答一些 我也不滿意 但覺得他不多 不過 就怎樣也好 看業績 業績之後 看看大家 看看自己的眼光有沒有錯 對於我來說也是 信譽也是 信譽就是 也是 拿著貨線 他是差的 這陣子真的是差的 但是 我時也是那句 他的股價不升 他的股價跌 是不是等於現在公司是差呢 我又不會這樣看 是的 公司股價跌 你只不過可以 純粹可以說 那些人可能覺得他股值貴 有朋友都提醒了 就是 可能他那個 因為沒有出營起 之前 那可能大家會覺得 就是他那個增長 可能不行 所以就令到他 那些人沽課 這個是一個原因之一 我覺得是的 但是如果你看回 你說 營起這件事 真的好像信譽 你說他上半年的業績 是不是會很厲害呢 增長很多呢 其實我覺得不會多 你說有兩三成的增長 或者三四成的增長 我覺得我是收貨的 還有你要記住 這件事就是說 營起 其實很多時候 公司肺營起 可能是升五成 一倍這樣 其實如果你是以港交所的定義 肺營起是為了解設業績 有一個很大程度的改變 即是有變化 先要有披露 其實你可以不披露 有些公司 即是以往的時間 有些公司 可能他的業績 增長一倍 五成以上 有些都不發營起 是的 當然 我不是有信譽 這個例子 我也覺得信譽的增長 不會有很厲害 今次 但是又不會有差 還有股價 我覺得是 斷點得很厲害 所以就 沒有啦 我 你說我這幾天 可能心情也有少影響 為什麼呢 反而你問我自己 我 我對於投資 其實 大家都想一下 科問到現在 都有一些 差不多的年資 是不是 都經歷過這麼多的浪 你說 金黃海四有見識過 15年的大時代 我見識過 所以我對投資 那個心態 即是輸錢的心態 其實沒有什麼 是很平常心的 是的 只不過有時候 可能性格的關係 你說 另外一個大家 即是跟了我的朋友 即是 像面上輸錢 我是有些不開心的 是真的 但我自己沒有什麼 因為 對於我自己來講 我有研究過那些股份 那輸錢 或者是真的看錯的 我輸呢 我是心甘命底 是的 這是我的性格 所以 我令大家覺得 虧損了 至少有些跟了我的 可能真的輸了 我是不開心 我是不開心的 我是不是自己輸 是的 但是 都是有信心的 我始終覺得 就是 對兩間公司來講 是有信心的 是的 那些原因 大家都聽過很多次 我也不想再次回港 又回港 是的 有朋友都說 收水加牛證 不水色 不水 控制市場 我覺得是的 但是收水這一下 我都覺得 現在還不是一個 就是一個主因 因為你想想 過去這兩年的時間 就是聯儲局 QE3之後 其實可以收水 但是市場 是不是很差呢 甚至乎 如果解釋收水的話 為什麼 美股 還要升那麼多呢 是的 其實你說 收水這個原因 是一個 其中一個導火線 但是 現在這一刻 不是一個主因 所以 我覺得 如果你說收水 這麼說 都不是 我尊重沈Sir 但是 心想說 收水的因素 都說了兩年 這樣 你說 之前的時間 是不是有影響到 那些事情 又不見得是 所以你只可以說 在打後的時間 我覺得收水是有影響的 但是 是 這個 叫做 因素 之後 會發生出來的 有些朋友 也說 跌跌多 像 二三八二 可能 大家跟著我買 那些東西 我還嘗試得出的 其實 沒有 平常心 其實是的 我也很明白 你說 講真話 我真的沒有輸過嗎 我也輸過 我有時候 都曾經 害怕過 但是 我會覺得 如果對自己有信心的話 也會積極面對 你說好像 信用這些 如果你是真的覺得害怕 那 沒有 就先砍貨 但是如果我自己有貨 我又不怕的話 沒有 就拿著它 有朋友說 收貨 炒上 騰訊 收貨才炒上 這些 其實是一些 細價股才會做 大價股 是 很難出現 很多人會出現 是的 細價股 真的有幾人為操控 這是真的 但是 大家猜 真的不需要擔心 那麼多 是的 另外有朋友就 說 買 對沖 其實是的 有時候 你問我自己的話 我也有這樣想過 但是 可能我自己很少 獻身工具 是的 因為我會覺得 我可能比較忙 一點 我不是經常看過事 我意思是說 在訓練時間 可能有時候做節目比較多 你看不到的事 我都慣性地 逢是做節目的時間 我會關機的 是的 我是不會看手機 就是出去做節目的時間 所以變成 如果你短炒 買Purlone對沖的話 其實 又不是那麼好 而且 我想我真的買 健身工具的次數 十日 搜索 是的 可能我比較保守 我不喜歡 那麼高風險的事 所以我也沒有這樣做 7300 有考慮過 不過 可能我還是覺得 我會買來擺 性股 這樣做 所以也沒有這樣做 熊市有什麼策略 熊市其實是 你問我的話 我是不買的 而且 其實我覺得 你說現在 究竟是牛還是熊 我也是那句 我現在覺得 牛熊之變 即牛熊的分辨 不是那麼容易 而且因為市況 今次的市是一個政治市 正是市是很容易受到一些因素 可能阻礙著 甚至乎 即是可能一句話 已經可以令到市場變得很快 你好像 說笑 說回來 假設特朗普 出來說一句 現在OK 大家可以坐下聊 那這個市 會否有彈呢 如果這樣市場 都不彈的時間 那我真的覺得 市場 就真的受到一些 可能其他因素所好處 但問題是 如果這個假設 當你說完這個時候 的時間 那就是關係 所以 我覺得 大家也 留意一下這些消息 你說收稅這件事是真的 一定是真的 但不是現在 那麼快會出現 那麼害怕的狀況 那 有朋友 很好 他有25萬倉 有這個 就是說 他轉了保守一點 或者是 現在 支持不會入主 我都會建議 你先維持錢 還有 你可能有一個 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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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快會 之前 你也可以說這隻收息 顧安全 但是 現在這兩年左右 大快會也好 大家樂也好 價格比較短 這些也是要小心一點的 反正你說 二號 就是中電 恆生 再通 油價的升跌 對它有影響 不過這隻收息之餘 我是憧憬去觀塘的業務 即觀塘裡面的重建項目 我買的 這次我有貨 是的 有貨的 騰訊和 鹽庫基金 這些就沒有太多意見 但如果 你本身 真的不是這麼急著要買的話 因為我看你有月供的股票 先月供 這個25萬倉 你可以自己再考慮一下 再慢慢來 不需要這麼急的 等等 因為始終市況比較難捉摸一些 然後 3309 希瑪 希瑪 我都說了很多次 我自己覺得它的概念是好的 不過 之前來說股值是很貴 所以現在錄回去 其實也很正常 你這麼高位買的話 其實也說真的 是要做一些指示部署的 之前 現在你說 六個多這個位置 你又想說 日本的部署法太可遲了 六個多 去到你買入價的話 要升一倍 這一隻 真的沒有信心升一倍 說真的 所以你自己 我只可以建議你 就是你有貨的 自己看路 可能都可以的話 減一減榜 有朋友問 四日的 四日呢 就真的OK 不過我的股價今天也差 其實今天的市場 可以說一下 其實跌得很全面 藥股 教育股這些 都跌得很多 但是你說沒有特別的原因 其實都是市場 我覺得是 一些資金 是有些 有些 換碼 但是你說 這些是安全的 始終基本面是OK的 那OK的話 其實拿著 才有 起碼叫做安心一點 另外 就 覺得少些騰訊 因為騰訊 今天 筆稅 我想都近來比較少見 筆稅 是只買入的 雖然的量不多 但是 有些改善了 也可以再看看 下星期的時間 看看能不能夠 不需要繼續買法 這樣 到了最後 我想回答這位朋友的問題 就是 持股證明 我一直唱好這個騰訊 他說 司馬超之心 我沒有明白 這是為什麼的 但是 持股證明 我覺得 你問我的話 我真的有課 我向外申報 有課 其實這個動作 應該已經是一個 持股證明 突然這樣想 就是說 那些人說 我沒有課 那你怎麼證明 他沒有課 這個其實 相對 但是我自己 也很老實 一向都是 由心速發 很多事情都是 亦可以說 自小的媽媽教 做任何事情 對得住天地良心 我覺得 做任何事情 都對得住自己 或對得住大家 是的 所以 就是 很簡單 就像你說 小米為例 小米 很多人都說 有些 就是說 我不斷唱淡 他一定有些目的 其實沒有目的 我唱淡 是因為 我研究完之後 覺得他不行 是終於自己 一些想法 是的 所以這個騰訊 我覺得 沒有必要證明給大家看 除了他 都是放那張 預結單出來 就是這樣 我覺得 我真的 不知道 我有什麼需要 但如果你真的 很想我看 我是否真的有課 沒有 我可以說 我現在有多少課 我自己也好 我自己也好 我家人也有課 我自己也拿著 都輸過 差不多 我應該有十手以上 我都有課 但我都不理他 看證據 這樣 你還有好 不還有好 沒有所謂 對 總之我也是有課 不過 那句 市場是 難搞的 難搞的意思是 我還是要等 特朗普 等這個 叫做 米戰 有些 好的消息 現在是 但現在還是要等 還有 今天 我也同意同事說 就是 港股現在 很受不遇影響 這次 這件事件 令我覺得 香港股市難玩 所以我也決定了 可能這一轉 假設市場 彈上去之後 可能我也會考慮一下 減磅 減磅 減磅之後 都會真的 因為我怕下年 減磅之後 都可能 我會將三分之一的資金 來買美股 所以我想我之後 會多些研究 美股的狀況 我想一下 那些美股 是值得再去買 是的 港股實在是 有時候 分析完之後 出來的結果 都很不如人意 是的 這樣 是的 所以也是這樣 今天 好像說得很嚴肅 我也不想 不過 今天說一下好像 說得太多了 是的 不好意思 大家 可能這次比較沉悶 但是 希望下個星期 希望下個星期 有些比較好的消息 希望我試有好一點 是的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這幾天 希望大家可以 好好休息一下 因為這個星期真的 挺難捱的 是的 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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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